因為疫情延遲了近一年的英國地方選舉 會在星期四舉行 代表保守黨郭逐曼徹斯特 地方移植的朴志賢受到觸目 他是英國第一個出來參選的辯捷北韓人 說要為所有無法言權的人發聲 由郭惠兒講下這位脫北者的從政治流 現年52歲的朴志賢在北韓咸鏡北道的山區長大 90年代經歷北韓大饑荒 98年聽從父親祝父帶著弟弟逃到中國 打算過好生活 誰知朴志賢和弟弟失散 他被賣去黑龍江給農民做妻子 和強迫工作 董事賢在中國生活到第六年 被捕,遣返北韓 更加被判入勞改刑 受到守衛毒打 由凌晨4點半工作到半夜 我人仍然沒有,我較為病 做了幾個月苦工 迫志賢腳步傷口出現懷墜 垂死之際被趕出勞改營 他由北韓返回中國再輾轉途到蒙古 期間認識了現任丈夫 07年透過一位韓裔牧師協助 與聯合國聯繫 第二年全家移居到 去英格蘭中部百里展開生生活 迫志賢說與北韓相比 英國生活簡直是天堂 保守黨對家庭價值觀 和個人自由的重視 吸引了他入黨 展開從政之路 迫志賢積極為人權問題發聲 致力協助北韓難民適應英國生活 促成中國不要遣返北韓難民 又聲援香港爭取自由 新型肺炎疫情爆發 迫志賢捐贈物資給當地護老院 見證長者和家人生離死別的故事 他感同身受 又希望為保守黨 在這個自由民主黨的大本營 贏得議席 回饋曾經幫助過他的社區 有線電視記者 那麽他未來也不是 避免